聖誕之後通常就會有一個聖誕星浪 叫做Christmas Rally 就是說股市在聖誕假期後就會升 通常就是12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還有就是1月後那兩個交易日都會發生 不過看到剛才報士就說到了 上個星期五就四毛日 美股就要都跌得幾急的 好 美股能不能夠在現在的高位維持到年底呢? 我又不會看聖誕後日什麼 你不相信這些過的數據 不是不相信 主要的原因是你想一下美股今年升了多少 就是說你説今年的市... 要Rally 都Rally 了 今年的市應是說不是一個很傳統 就是說你覺得傳統每年美股都可以升十幾二十個巴仙 的話 麻煩你睡醒了 就是說你説今年的環球股市其實是處於一個很興奮 很亢奮的狀況 第一方面就是不擔心的疫情 其實市場是有負面因素的 就是今年的經濟狀況都表現沒有年頭那段時間那麽理想 就是年頭的時候大家猜 美國甚至有個雙位數的GDP增長 做不到 因為講Omicron的變動 在第四季帶來經濟殺傷力等等 但是就算撇除這件事 其實那個經濟狀況都沒有預期中那麽好 但是為什麽說美股或者外圍股市 不單止其實是美股的 歐洲股市也好 日股也好 很多地方股市 其實全球股市都有一個很不錯的表現 其實歸緊究底都是一個原因而已 就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實質負利率 物價升得很厲害 但是央行仍然維持著一個很假派 就是選擇不加息維持一個QE等等的相關不同的政策 所以市場水浸 所以你看看美股涉及資金流入在股市上 創了差不多接近20年的高水平 所以美股已經不是一個很傳統的狀況 這些很多特殊性的因素在 但是為什麽你說那個情況不會這樣看 因為未來就是預料央行會收稅 市場的實質負利率會壓低 那去到第二個問題 那個實質負利率要壓低分檔 代表股市還原 又不是的 只不過代表那個升勢未必以往那麼高 所以有很多的說法就是 始終未來還會有一個實質負利率 所以資金仍然是要投放在股市上面 但是就會特別是追捧一些 真的有穩定的盈利能力 受惠經濟增長 或者經濟增長的過程上 比較強勁的相關股份 所以導致美股也出現一個狀況 就算指數升上去 但是我們在說市寬 什麼叫市寬 就是在說升的股份比例 或者在破頂的股份比例 譬如你說現在 美股譬如道指也好 S&P也好 納指也好 高位回了大約5-6%左右 一成都沒有足夠的 但是你看看有多少重磅股 大隻的股份 高位回多於一升、兩升 甚至一些均線 平均移動線等等 作為一個指標 譬如三大指數都是 50天線 還有一段時間都沒有穿 但是你看看多少股份 穿了50天線 比例是誇張 所以你說其實 預料都是難解僱 所以去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算指數 未來完成了調整 上去 還保持升勢 你拿著股份 代表失敗 所以就是完全兩樣 至於說 聖誕節後 整體表現是怎樣 這個就好看回未來 Omicron的整體變化 那些防疫措施會是怎樣 因為今年來講 就是不斷地憧憬 是不用那麼困難的 那些防疫措施 有在到我們可以和病毒共存 但問題現在最新就是 你看到歐洲、意大利 不少的國家上面 都開始收緊了那些防疫措施 所以短線來講 無論是新經濟股也好 舊經濟股也好 都是輪著來跌 只不過不會一齊來跌的 上個星期就看到 舊經濟股跌得比較多 那到第三個問題 就是問銀行股 為什麼不更加息 原因就是 你要想想在什麼情況下 所謂上個星期的 英論銀行出負意料地加息 只不過是出負意料股 到11月不加 12月去加 但其實市場一早在猜 11月在加 所以其實最終 如果你是說 股票市場永遠都起碼 你做一個任何的模特兒 你不會只看 你這一刻發生了什麼 起碼說未來兩至三年左右 而說利率期負向來 以英國銀行 即是英鎊的利率期負 在顯示 向來都在猜 2022年即是下年 會加四次息 所以當整個劇本 要加四次息的時候 現在的變化 只是11月12月份 那個變動 不會對股票 市場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相反地 其實你是說利率期負 是不斷地加息 下年加息的步伐是慢著 所以你說那些銀行股 就未必能夠更息 而最重要就是那些銀行股 你想一下 為何向來炒加息 要炒銀行股 就是說加息 那息差會擴闊 但是就是因為 說經濟前景OK 所以那些銀行師選擇加息 但是這一刻 你看回聯儲局也好 英國銀行也好 或者你現在準備退QE的 歐洲銀行也好 他們收水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不行了 物價真的很高 不是一些叫做 就是他們都認同是自己看錯的 是說有些持續性通脹有機會出來 不是一些結構性問題 沒有得賴疫情 所以這個狀況 對於銀行股的幫助性 就不太大 你想一下如果那個人滯漲 你參考以往內地都試過滯漲 就是你內地2011年2012年的時候 CPI在錄出的百分之 滯漲那段時間 銀行股一樣都可以跌到肥氣 所以短線來說 就小心一點 美股始終升了這麼多 你說要調整 應該還有空間 但是哪個位置低壞 然後開始結束 從來都猜不到 我只是說美股上面 你預計了會調整 但是最重要就是 看你炸掉美股分 如果你說很高位 炸的股分跌到兩三成 你又不止說 繼續去面對 我們覺得這些是很危險的事情 不過現在的情況就是 美國或者歐美的市場 包括加拿大等等 都未來大家預期會加息 但是反而中國這一邊 就有機會會減息 可能接下來的資金流 都會受到相關的影響 嗯 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